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!朱亚文女儿端午节出生,网友们都将小名给取好了。 在娱乐圈内,一些明星夫妻不仅是实力派,更是夫妻恩爱家庭和谐,让人羡慕不已。 最近正是端午佳节,朱亚文妻子在这一天生下了二胎女儿,朱亚文发文称新主子嫁到,妹妹来了。 朱亚文和沈嘉妮结婚后,生下了一个女儿,如今再添一味千金,很多网友都纷纷恭喜朱亚文,还调侃朱亚文上辈子情人又多了。 朱亚文和妻子沈嘉妮因戏结缘,两人在结婚后沈嘉妮则是淡出了娱乐圈。 而朱亚文出演了不少影视剧,这几年也是开始走红,如出演过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等,特别是今年年初参加湖南卫视生林奇境节目,更是让朱亚文名声大振,深得很多网友的喜欢。 非常低调的朱亚文。 朱亚文在生活中是很疼爱自己的妻子沈嘉妮。 在不拍戏的时候,也会经常带女儿外出,真正是实力宠娃,同样是一位女儿奴。 此次二胎女儿在传统节日端午节出生,以至于很多网友都不约儿童地给朱亚文的孩子取好了小名,大家都说应该叫小粽子。 毕竟出生于端午节,这个小名也是很应景的。 这种小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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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好,现在暂时的小鹿。